Ayo 兩世紀天氣中心 大家好 我是Ayo 今天來看羅馬人對上羅馬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 三地殺球 這場比賽也是 重築內戰喔 這次的內戰國命比較特別 是羅馬人 這場比賽剛好也是 分左右兩邊開局的 這也可以說是 西羅馬對上東羅馬的一個對決 東西羅馬 神霸戰 再來看一下羅馬人的文明特性 羅馬人文明特性 是他沒有三級的步兵鎧甲 但是每點一級的步兵鎧甲 可以獲得雙倍的效果 意思是說點一防 就等於是二防效果 點二防等於是三防 甚至是四防效果 能力非常的好 軍團兵的優勢也是非常巨大 帝龍時代只要你先點下長劍兵 就不用透過再升級 雙手劍兵再升到勁勇的流程 直接從長劍兵變成軍團兵 所以羅馬人的復兵成型速度是非常快速的 他的奴炮 則是奴炮最便宜的文明 而且可以擁有彈道學的效果 而且可以減少奴炮的射程最小的距離 甚至點下銀罐多重弩 就可以獲得奴炮的攻擊速度的加成 後期再點下野戰軍 可以讓羅馬人的軍團兵跟百夫長 生產速度增加之外 還可以增加續能效果 小續能 羅馬人算是一個騎兵跟步兵奴炮文明 他的攻兵路線雖然有這個動裝馬弓 但是他沒有三級射沒有拇指環 剛才顯然戰術 所以建議還是不要用 城堡時代可以稍微打下奴兵 但地龍時代還是要回歸步兵奴炮 還有這個騎兵路線會比較好 好我們接下來看一下兩邊會怎麼打 之前我們有看過 這個也是兩邊都是步兵文明 是Viper在競技場選到了維京人跟阿斯特克 的一個對決的時候 但都不是出奴炮 反正是出投石車 這邊有觀眾最近在問說 這個遇到大量步兵到底該怎麼解 那其實奴炮投石車都可以 但是出投石車的另一番 優勢是比較大的 畢竟投石車可以解奴炮 但是奴炮要解投石是會解到頭破血流的 那以單純要打垃圾兵來講的話 效率來說奴炮的話還是比較好 投石車的話 畢竟有可能會有這個DPS異傷的問題 全部的石頭砸在同的地點 可能DPS會過多的問題 那奴炮的話可以很有效的去分散 而且攻擊速度比投石的更好 所以你要去分辨這個場合 去判斷到底要出什麼兵會比較好 而不是一味的覺得打垃圾兵 就是用奴炮 就是有點看情況的 要去分析這個DPS會不會有異傷的問題 好 那我們先看看 羅馬人 尼克普這邊已經點下城堡實在 頂總 登一級攻已經點下了 羅馬人 這邊城堡實在還有15秒 一攻一點下 呼兵開甲也點了 這邊怎麼直接硬騎 這個槍兵但是騎得很好 怕在這邊現在有肉馬上的數量優勢 尼克普這邊羅馬人想要打贏的話 槍兵跟騎士要趕快出了 好 但這裡是覺得走了槍兵路線 輕騎兵還沒有馬上升 羅馬人 哈特是先升起了輕騎兵 這裡升輕騎兵的話 傷害接續 節奏會更好 好 那現在羅馬人後面是選擇了要開TC 現在兩邊都是雙TC開弩的前期 好 騎士按了一些 好 但是都找不到突破口 輕騎兵直接硬吃長槍兵 現在斗力沒有辦法給到壓力 一定要剩下送裝長槍兵才會有防守效果 好 現在騎士4隻 輕騎兵6隻的數量 哈特跟尼克夫 兩位都是頂尖的職業選手 其實好像不是直接選手 尼克夫應該不是 但是哈特是 尼克夫他的實力 如果有戰隊要收的話 我覺得也不意外 他也是非常資深的老將 現在羅馬人點下了輪軸技術 羅馬人 哈特這邊有點危險 尼克夫這邊點下了重裝長槍兵 後面補了一個軍營 準備要來量產槍兵 他可能意識到自己現在的軍力 有點開始扛不住 短點槍兵比較好 那家裡有槍兵 騎士才可以放心出門 不然剩下槍兵一定要放在家裡 其實有點小推 有些槍兵能防守 對方出槍兵的時候 也可以稍微對應一下 而不是只能用騎兵去跟對方硬撞 所以槍兵這個東西 如果有出的話 反而可以讓你的主力部隊 更能夠自由活動 後面有轉一些僧侶 稍微照一下 讓自己槍兵的數量可以補正一些 結果還是把傳奇的騎士給收掉了 裡面留了一些騎士跟騎騎兵衝了進去 但看起來好像只能稍微抓到一些村民四村拿下 但是哈特的村民術依舊還是領先於妮可撲的 下方普利跟城堡了 這裡城堡慢慢插出來 東西羅馬開局的方向 都是一個鏡像開局的感覺 你插上面寶我插下面寶 我這邊再開一個TC 剛剛好 但這邊也可能要先剪一下帝王磁帶 沒有想要靠買賣去買出一個城鎮中心 從TC繼續農 但是哈特這邊是有補TC的 甚至在這邊種了農田 羅馬人哈特 已經點下了二級的步兵鎧甲 這樣重裝長槍兵就擁有四點的防禦力了 這也是防禦力比較高的槍兵單位了 登堡時代就擁有四點近戰防禦力的重裝長槍兵了 這只有羅馬人有 好 現在 尼可夫 帝王時代還有一分半 哈特這邊帝王時代還差了一些木頭有點爆量了 爆到一些木頭 這邊還在小小對打一下 兩邊其實打得有點算偏濃 除了尼可夫剛剛前面那一波有充去砍了一些村民 之外這下都是小型打鬥 兩邊還是比較專注開農 槍兵劍兵也是有在巡邏 OK 那現在尼可夫點下重劍兵之後 軍團兵需要點支援 所以量不太高 稍微回頭收拾一下 好 現在專兵技術 再差30秒 哈特這邊 見兵器 也升級上去 但是兩邊一樣都是缺弱 好 那尼可夫 出來先點一下軍團兵 軍團兵點下之後 可以開始量產了 臨兵器 好 家裡補了一根城堡 防守主要後面的農田 唉 結果這邊直接砍進來 直接撞城堡 稍微微一下 但有微跟沒有一樣 微了個寂寞 這個洞依然沒補 後面村民直接被砍爛 這一波過來 奴化是在前面防守 而不是在家裡 但這裡使用了常見並稍微擋一下 應該還行 畢竟後面有些奴化已經過來營救 好 這一波騷擾 還是抓到了非常多村民 抓了十隻村民友了 畢可夫這邊村民處稍微平衡一下 不然剛剛路後村民實在是太多 好 上方有一波輕騎兵 加劍兵過來 這邊有危好 應該問題不大 畢可夫這邊率先架齊巨頭 開始攻城 好 這一波奴化 其實哈德這邊壓力很大 均衡兵才剛升級好 好 但還好 兩邊都是異攻狀態 兩邊對撞 但是羅馬人哈德這邊有奴炮 有奴炮打破兵速度其實很快的 攻擊力12點的傷害 軍團兵現在還有兩隻 革命技術也補下了 那目前看起來哈德是比較 快速承襲奴炮路線的 好 那尼可夫現在是單純的走護兵路線 加上一些少量的百夫掌 欸 百夫掌好像也沒錯耶 或者是哈德 就單純的軍團兵 加上巨頭的推進打法 好 哈德這邊稍微透了一下 經濟科技走追車 二攻有點下 好 這邊三攻要趕快補 好 兩邊巨頭互丟 但是這個城市中心有點難守囉 軍團直接過來手撕TC 哇 TC跟城堡都被拿下 好巨頭已經來到4台 後面有點被偷抓 攻擊力套已經補下 再先點下野戰軍的 是尼可夫 好現在東羅馬 大軍已經壓盡了 西羅馬好像有點難受 這個軍團兵怎麼接中城堡呢 好軍團兵點好了 現在你看到 軍團兵上面有一條白白的這一條 這就是他的序能條 攻擊力有一個小序能 變成12加2 加7 直接加了5點傷害 就地下多5點傷害 其實也是不小股 好 羅馬人這邊也點下了手飛車 那羅馬人的收集 海籍支援的效率無可 但到了後期是非常誇張的速度 我們可以看到兩邊支援 這樣其實差不多了 好 這裡拉了一些軍團兵過來營救一下這個城堡 兩邊應該要再繼續再對農一下 好這邊哈特 弩炮來到了非常多台 13台的數量 直接開串巨型頭時機 這個巨頭要串掉還是有點困難的 沒這麼容易可以拿下 反而是被城堡 打掉了非常多的巨 弩炮 後面的巨頭也在反擊這些弩炮 結果這邊有個多線 來看一下下方有些軍團兵在追 但是收村很快 上方兩邊的軍團兵開始對撞 而且這裡又一根城堡 尼可夫這邊送軍團兵 送得有點積極 但是這邊送也是讓 哈特有點感到壓力 被迫收村 那一旦收村都是一件好事 但正面的部分 弩炮還是有絕對上的優勢 結果尼可夫轉頭車 看來觀念非常的正確 你一轉弩炮 那我就轉頭車 如果你還轉頭車 大不了我們兩邊一起互丟 好 武炮的血量是60滴血 但是要有中投的話 傷害就夠了 好 好 有中投了可以往前走了 好 下方的軍團兵 稍微反擊回去 喔 充速還是有所下降了 好 結果兩隻軍團兵居然打輸 哎呀 這暫時解不掉 這個百副長怎麼卡在大學裡面啊 這個百副長突然想要去上大學是不是 蛤 突然卡在裡面 動不了啦 好難受好難受 好 蛋哈特這裡不干事 也是拉了一些軍團兵 直接 直到黃龍 衝到了後方 後面的村民完全沒有城堡可以防守 直接被破搜村 好 正面的弩炮還在努力 喔 就投車來了 投車跟弩炮 投車是有優勢的 這個傷害值夠高 好 後方兩隻軍團兵還在輸出 阿神應該是有看到 好 趕快收吹一下 軍團 這個百副長原來沒卡住啊 這還是出來了 好 最後兩隻軍團兵殺了12隻村民啊 哇 有點難受 兩邊都是家裡被鬧到了一些 然後現在都是雙方工程器部主的狀態 好 那現在哈特即使看到對方出了投石車 還是依舊轉弩炮 好 這裡兩隻軍團兵 最後被解掉 但是地上已經充滿了一堆村民屍體 現在哈特的村數只有111村 唉唷這個牛號串燒串掉了一些 兩邊再稍微揮鬨下 把聰明補屍 後面剛剛史上有點慘重 喔 這邊巨頭居然砸到一台中頭 欸不錯 這是偷點的嗎 感覺是 不是要來硬拍巨頭 有機會拍得到嗎 這邊正在拆裝 砸一發 第二發堵掉 第三發 OK 對方的壓力給的很大 哇這個龍號直接被砸爛 又一台 哇不行不行不行 龍號真的是打不贏投車的 哇又有好幾台 又有三台 李可夫這一波投車 壓力給的非常始祖啊 好哈特這邊點一下了精銳的升級 終於想清楚了 看來後來是需要一些機動性單位 那羅馬人他比較可惜的地方是 輕騎兵沒有辦法升級大洛馬 所以後期如果需要用到騎兵的話 百夫長或座莊騎士喔 是首選喔 那羅馬部分的話 真的是沒黃金石才要轉會比較好 那前期壓力要給到最大的話 還是得靠這個百夫長軍團兵喔 好 李可夫這邊138吋 二級農艇也點下了 現在五台投車開始北上 這些村民有點感受 石頭挖不了了 那現在看起來 東羅馬的攻勢比較積極 西羅馬有點被動 農炮給到壓力並不是那麼大 反正是投車壓力真的很大 這個預判結果沒有拍死 這個是百夫長直接貼上臉來了 好 但還好現在沒有拿下一台投車 結果剛講我就拿到一台 不錯不錯 出一點百夫長也是一件好事喔 他可以增加軍團兵的攻擊速度 可以用速度的優勢喔 所以有百夫長 軍團兵配百夫長 是一個很好的搭配組合 好 這裡直接用百夫長去收掉 後方的投車 四台投車拿下 後方兩隻這裡稍微遭翔下 百夫長叛變 但左邊的軍團兵不知道是幹嘛 直接衝到城堡 下方被收爛 正面完全打不贏 但是下方又傳軍團兵也是收掉了 後方 HOT的巨頭 兩邊的巨頭都被互換掉 好 這裡看到奴套直接正面想要硬抓 看奴套好像有點難受 雖然有最小射程 但是被摸到的時候還是扛不住 哇哇哇 東西羅馬之戰 看起來 迪克夫這邊是比較 要更有優勢一些的 好 現在資源商也是領先對手 現在哈爾特開始慢慢轉馬卡 但是如果百夫長出貫的話 本情況會有所不同囉 看百夫長的造價是非常昂貴的 好 那如果羅馬人這邊不走軍團兵的話 待會的正面部隊要思考一下 要靠什麼扛 所以還是要出一些軍團兵先擋一下 反正軍團兵造價也是便宜 重金也是非常省 這一坨也在後面打 後面稍微維持一下 還要及時維持 不然這三隻再溜進來就真的難受了 現在要急需新的木頭來源 因為這張地圖的木頭都是比較零散的 下面這邊伐木應該是比較安全 右邊這裡雖然木需很多 但還是需要炮蟹兵在這邊助手 有點麻煩 羅馬人這邊哈爾特剪下了化學 增加一下 弩炮傷害值 好上方又有一團軍團兵 又抓到挖礦村民 但這一次可以撤到城堡下方的這個巨頭一出來 欸尷尬 居然跑掉了 看來這裡又想要手撕城堡 但這一次手撕城堡應該是沒有辦法了 慢慢修一下城堡就行 飛陀軍航空過來 手撕的意圖很明顯 但這裡越來越多兵集結在這裡 這邊的部隊交戰 頭車直接換掉三台 排斧長看起來又立了大功 後面稍微微死 直接關本獸 完蛋全部被關在裡面 動彈不得 排斧長跟巨團兵直接在後面 開始慢慢解決 正面兩邊都轉出了弩炮 看來是覺得弩炮比較省支援嗎 畢竟羅馬人弩炮是真的便宜啊 30塊黃金而已 第一隻弓兵到下還有省 其實就是影動速度慢了點 但以造教來說真的是香啊 30塊龍套而已 那你穿一下穿一下 OK 好這裡終於搞定 現在尼可夫 又開始壓過來了 但是這次沒有帶巨頭 難道還是要繼續使用軍團兵 給壓力直接守司城堡嗎 哇像地圖上到處都是羅馬的軍隊 這有點 真的像是內戰啦 中西羅馬內戰 好 到處做兵 好 那這坨應該是紅方 要扛不住了 上面有高達第五套 DPS拿好拿滿 解決了 但是這一波集結 把大軍引在下方 上面巨頭架起來 但是你要攻城的話 想要引對方的阻力離開 但是沒有準備攻城器 有點尷尬了 好後方有些少量的部隊 在開打 這個城堡 趕快重新蓋起來 好去轉兵 加上百夫檔的策略 我覺得百夫檔應該還是很有機會的 尼可夫這裡沒有轉一些百夫檔 去後面加buff 覺得有點小小可惜 跑過來 這樣時間秒掉 軍百夫檔嗎 先又拉走 好 羅馬人 尼可夫 墊下了不能成功城市 終於有這個八點射程的優勢了 兩邊的射程終於來到一樣的狀況 OK 這一台巨頭要被拿下 當然這次的攻城 宣告失敗 但是正面開打 還是有機會的 蘆花趕快串正面 哇怎麼在打下面的少量軍團兵呢 這邊這邊要稍微碰一下 後面的百夫檔來了 趕快擋 趕快護點 哇 偷點掉了兩台 之後面的軍團兵跟百夫長都在輸出 之後也是被拿下了非常多台 正面還是有 這邊拿下了又是 現在東羅馬的進攻非常積極 西羅馬反而有點被動 雖然轉出了百夫長 但是軍團兵數量不夠的關係 這個buff的效果並不是那麼的明顯 這裡從下補下了一根城堡 有這根城堡防守之後 巨型投資機的攻城會更加順利 上方的城堡蓋好 黃金鐘可以穩住 尼可夫也再次點下了化學 兩邊又開始進入了休戰期 這怎麼又要衝鋒了 哇 尼可夫一而不合就一直 一直往前一直爽 這個到底在幹嘛 這個城堡已經擊殺到了快要一百隻單位了 66的 這個有點過分了 張塔城沒有能套姿 這個有點尷尬喔 這一波送的有點 水餃好吃的感覺 這個要不要拉個建築物擋一下 下方有個多線 後方哈特想要入行 結果有城堡 這裡三根城堡是真的多少 防守是非常OK的 結果這一座軍團兵果然還是被哈特拿下 再來雙方要拿下對方都是很不容易的狀態 但是哈特已經來到支援極限的狀況 只剩下六個人再把黃金 尼可夫這邊的黃金數量還是比較確保住的 而且甚至連這邊石頭都不能挖 要是石頭也不能挖的話 那石頭的數量一定會輸對手 石頭的數量輸對手 就意味著不能賣石頭換黃金 好這差不多有點對打的狀況 軍團兵在後方 三三來遲 好 尼可夫點下了衝車升級 難道是要轉大衝車 直接頂進去嗎 現在弩炮數量 藍方有九台 紅方有十二台 軍團兵的部分 三十六隻 但是巨頭數量 紅方現在還沒有全線到了前線 現在還在路上的樣子 好 但是哈爾特的黃金已經來到幾線 這兩塊黃金沒有辦法挖完 還是有點傷 好尼可夫點下了三級農田 再繼續強化自己的經濟 哈爾特這邊可是點下二級農田而已 兩邊的資源差距已經來到了 他要差了兩萬 目前正面居士 也是尼可夫比較多 6.6K的軍事 哈爾特這邊是六千而已 好 好這裡十四隻的肉馬 上個機會 跑過去 好這裡稍微溜過來 往裡抓 後軍的槍兵過來戳 肉馬抓掉了很多奴炮 但是肉馬也瞬間倒下 後方的奴炮快串燒 這裡紅軍的奴炮 倒的差不多 藍方這裡奴炮保的數量很好 還有八隻 但是哈爾特的羅馬的軍團兵數量不夠 哇這裡有一隻 德加布 軍團兵 上車 開點巨頭 應該可以拿下 哇順利拿下 出來的軍團兵繼續追殺 哇 結果被後面巨頭給拿下 正面的軍團兵 直接被奴炮串燒 哇 這個德加布策略做得很好 但是被解掉了 尼可夫大衝車也準備好 哈爾特的制約量來到極限 穿出只剩110 下方有大量的聰明被軍團兵追殺當中 這一波開戰又打了多線 但是哈爾特這邊也是 拉了幾隻百夫掌在後面 但是尼可夫早有準備 軍團兵已經在後面去世待發 好 升級好大衝車的尼可夫 準備就需要更多的衝鋒 衝車去頂掉這回奴炮了嗎 不用投死車 而是用衝車嗎 所以我覺得相當有想法 但是黃金也終於來到了歸零狀態 兩邊都是沒有黃金的焦處站 好 從兵開始過來 25隻的數量 開戳開戳 哇 哈爾特這邊的肉麻 存收不住 正面大量槍兵 奴炮趕快過來救我才行 但是哈爾特受不了 直接先打出了GG 我們恭喜尼可夫 拿下比賽的勝利 最後是出了431隻的軍團兵 哇 這個數量很少見 400多隻耶 哈爾特這邊則是出了191隻的軍團兵 數量少了快要200隻 整整少了一倍啊 雖然奴炮出得多 但應該是百夫長出太多的關係喔 百夫長真的是太貴了 雖然他的體質非常好 而且 傷害也不錯 但造價就是貴了一點 打湊齊的消耗戰喔 步兵路線喔 還是更有優勢一點喔 數量就是一切啦 對不對 戰爭來說的話 那先來看一下 那現在 尼可夫是全面都贏喔 這個經濟看起來是有點誇張的 食物甚至快要贏了1萬 大概贏了8000左右 哈爾特則是有3生物 但是最後還是出效比賽 畢竟這個石頭挖不完 黃金也是 尼可夫這一波控兵控得很好 最後還轉出了德加布大衝車 直接開點 吸收非常多的奴炮傷害喔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這裡囉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請記得按下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到 draws Kenny 我們下次見 來拍子